当地时间10月19日,香港首个以关公为主题的展览《关公驾到》在香港大华内举行。 展览全面呈现关公从三国时代到近代的故事,发展变化和在影视文学创作中的不同形象,弘扬关公中意人勇的精神。 展览以多种形式呈现,包括实物展示、影像资料播放、图表文字介绍、互动游戏等。 展品中包含长2.7米,重40公斤的关公刀,明代商戏关羽青匠图着的复制品,清代关圣地军圣祭图着1962年的重印本, 已故著名说书人张岳凯的三国演义广播版,多部关公相关的历史影片等。 香港大馆文物事务主管杨云贤称,关公是不少香港人的守护神,在香港历史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。 其实我们都觉得关公真的对香港人的影响比较深,无论是普及文化,或者是传统文化都有那个影响在那里的。 他们以前如果是要领养小朋友,又或者是有些结婚的时候,都很多时候就是在关帝面前就要去宣誓的。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经常说,在关帝面前就不可以有任何虚言的。 那另外就是你会留意到,本身关帝想带出来的就是一些中义人勇,一些中国人伦理很重要的一个精神。 那所以留意到是,无论是粤剧,或者是一些香港的当代艺术,又或者是甚至乎是电影啊,广播剧啊,其实都有关帝的出现在那里。 关公是人们对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的尊称,其正义凛然的形象深入人心。 关公在香港也有广泛的影响,卧蚕眉、丹凤眼、双目微臂不怒自微的关公造型,时常在传统的乐剧中出现。 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遍布香港,关公文化在香港纪律部队中由来已久,直至今日仍有不少警察保留拜关公的传统。 杨毅贤认为,警察与关公的这层关系,也是此次将关公展览设在大馆的原因。 大馆你知道,其实是个中区警署建筑群,里面就是有中区警署,中央托判司署,和监狱。 其实这三个执法或司法的机构,其实都有拜关帝的文化在那里。 当我们去想一些专题的展览的时候,都去想,其实大馆的历史, 其实怎样可以再去人生,去讲香港的文化,或者香港的传统呢? 我们很快就去想了,去做关帝了。 除了说真的去讲关帝之外,也都想讲关帝想带出来的精神,或者是怎样影响到香港的文化。 据悉,此次展览将持续三个半月,杨颖贤称,关公驾到,有望打破之前大馆展览记录,吸引超27万人次入场。